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湖南白費和猝死人數增多 官方隱瞞數據 河北以孩子前程為由 逼村民交醫保 黎智英案開審 英國外相呼籲放人 在大韓中迎向立春 中華花藝特展探春 疫情持續蔓延中國 湖南多地醫院和診所爆滿 民眾披露 許多患者久治不遇 演變成重症肺炎白費 甚至出現猝死病例 但是官方不公布數據 株洲村民王先生12月18號告訴新唐人 當地出現疫情症狀的人很多 特別是學生感染的特別多 此外還有突然猝死的 河南橫陽市民彭先生表示 他發燒感冒多日 症狀跟去年12月防疫放開後那一波疫情一樣 應該是感染了中共病毒 跟他同一個辦公室裡還有10個同事 現在有3個發燒請假 今年下半年 單位裡有2名同事猝死 懷疑跟打新冠疫苗有關 從事藥物銷售的長沙市民林女士披露 她從客戶那裡得知 現在很多患者治不好 演變成白費 大人小孩都有 但官方不公布數據 岳陽市民徐女士表示 她上小學的孫女 班上有10多個孩子感染 當地診所和醫院都爆滿 新唐人記者熊斌 黃宇寧採訪報導 中國經濟日益惡化 民眾收入銳減 但是醫保費卻逐年遞增 再加上醫保能報銷的項目越來越少 很多人因此選擇退出 為增加醫保收入 河北的一個村委會 以影響子女前程為由 威脅村民交醫保 引發輿論抨擊 網傳截圖顯示 在一個500人的曹個莊群信息群裡 用戶劉某某稱 醫保繳費到25號就截止了 還有沒交的 抓緊時間了 將來你的孩子考公務員都得正審 得記錄檔案 父母都不教醫保 不響應政府號召 孩子怎麼考公務員和事業邊 不能拖孩子的後腿 劉某還說 以後你孩子考上老師 考上醫生 考上事業邊和公務員了 比試面試分都過了 最後臨門一腳 正審沒過 不要後悔終身 12月17號 劉某告訴肖鄉晨報 她是河北保定曹個莊村委會的一名工作人員 劉某承認有這份聊天記錄 但否認是她發的 她還說 最開始村民不懂 一解釋他們都清楚了 現在有95%的人都交醫保了 事件引發輿論抨擊 有大陸民眾透露 學校老師也在逼家長交醫保 新潭記者 陳潔、李珊珊 陳潔採訪報導 中共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一系列經濟數據 但青年失業率仍然缺失 網傳視頻顯示 在廣東深圳和江蘇昆山等地 大量年輕工人找不到工作 露宿街頭 並遭到當局驅趕 近日傳出的一段視頻顯示 在江蘇省昆山市中華園 很多人睡在一座大橋下 中共統計局今年7月公布的青年失業率為21.3% 創下歷史新高 而北京大學副教授張丹丹研究指出 今年3月青年失業率高達46.5% 從8月份開始 中共官方不再公布青年失業數據 除了昆山之外 在深圳市龍華汽車站附近 當局近日也開始驅趕露宿街頭者 網傳視頻顯示 有手持剛插的警察 正在清理無家可歸者 周圍有很多人圍觀 另有視頻顯示 有一些年輕人在警察的驅趕下 將行李從大橋下搬走 廣州市民伍先生表示 不僅有很多人露宿街頭 還有不少失業者斷糧挨餓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國際經濟主任 本斯泰爾日前對美國之音表示 中國大陸年輕人的發展機會已經乾涸 他們的生活水平將低於腹背 這將引發中國社會動盪 新唐人記者趙鳳華、李珊珊、王彥喬採訪報導 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被扣上違反港區國安法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等罪名 原定去年9月開審 卻兩度延後 週一 在香港西九龍法院開審 預計審訊80天 港媒稱 黎智英可能會被判處終身監禁 當天一早 有大批市民 還有外國領事前往西九龍裁判法院旁聽 港警派大批警力看守法庭 76歲的黎智英 至今已被關押千日 英國外相卡梅倫當天發表聲明 呼籲港府停止起訴並釋放黎智英 他也敦促中共當局廢除國安法 停止起訴所有被控違反該法的個人 週日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在加沙北部發現有史以來最大的哈馬斯攻擊隧道 來看報導 周日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在以色列和加沙邊境附近 發現了迄今為止哈馬斯最大的戰略隧道網絡 以軍發言人哈加里少將表示 隧道至少長約4公里 部分深入地下約50米 內部寬敞到可以通過車輛 隧道有多個分支和交叉口 地面平整 入口的金屬牆壁厚1.5厘米 內部鋪設了電力 排水和通訊網絡 還藏有武器 以軍還公布了巡獲的一段視頻 顯示哈馬斯頭目辛瓦爾的兄弟 穆哈莫德辛瓦爾 駕車通過該隧道 而隧道的一個竖井 距離以色列艾雷茲加沙過境點 僅400米 以色列官員認為 哈馬斯花了數年時間和數百萬美元 建造的這個鋼鐵混凝土隧道 唯一的目的是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讓盡可能多的槍手乘坐機動車輛 在最短的時間內 直抵以色列邊境 發動大規模入侵 以色列工程師還懷疑 該隧道可能連接哈馬斯 更廣泛的地下隧道網 並隱藏有扣押的人質 目前 以軍正在掃描 並清除隧道內的任何潛在威脅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于良綜合報導 阿根廷港口城市布蘭卡 週六遭到強風暴襲擊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週日 風暴經過該國首都布宜諾斯愛里斯 導致電力中斷和建築物受損 來看報導 週六 超強風暴襲擊了 威脅斯愛里斯以南約630公里的港口城市布蘭卡 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 在布蘭卡的街頭 狂風暴雨夾砸著雷電 有大樹被連根拔起 大量建築物和市政設施不同程度受損 當地的一間體育館的屋頂被狂風吹塌 當時館內正在進行滑冰比賽 布蘭卡市長證實 這起事故已經造成13人死亡 阿根廷總統米萊的辦公室發表聲明 向遇難者家屬表示哀悼 並建議當地人在週日留在家裡 該地區的破壞性風速超過每小時150公里 出租車司機拉米雷斯的汽車 在風暴中被倒下的大樹砸毀 對他來說 本以艱難的生計 因為這場風暴變得雪上加霜 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知道我們在一段時間的改變 我們在家裡很難 我們在家裡很正確 阿根廷國家氣象部門 已對首都比諾塞利斯 發布了第二高級別的橙色預警 全市不同地區都有斷電報告 新唐電視台記者金時綜合報導 墨西哥 瑪雅文明遺址 局勢文明 當地政府特別興建了一條瑪雅鐵路 希望帶動旅遊業和地方經濟 週六 瑪雅鐵路首期完工路段 向公眾開放 但首次發車 延誤長達約五小時 從度假勝地坎坤出發的瑪雅列車 週六首日通車 就讓乘客在站台 經歷了約五個小時的漫長等待 另一方向從墨西哥灣沿岸城市坎佩切 開往坎坤的列車也延誤了幾個小時 因為計畫中的雙軌線僅有一側完工 這意味著一列火車必須在支線等待對面的火車通過 墨西哥總統奧弗拉多爾2018年上任後 對線競選承諾打造全長1525公里的瑪雅鐵路 該路線橫跨東南部五個州 環繞尤卡坦半島 鐵路名稱源於瑪雅文明 政府期望將海滨城市與多個瑪雅文明的遺址串連起來 帶動旅遊業和尤卡坦地區的經濟 瑪雅鐵路原計畫斥資85億美元 然而隨著工程的展開 成本飙升至280億美元 目前大約三分之一路段已經完工 從坎坤到坎佩切473公里的路程 大約需要五個半小時 奧弗拉多爾總統周五主持了首期完工路段的通車典禮 儘管首次通車延誤多時 首批乘客還是對新開通的列車路線充滿喜悅 不過瑪雅鐵路的建設也伴隨著爭議 墨西哥水資源環保專家指出 該項目正在傷害墨西哥和美洲最重要的生物走廊 同時也破壞尤卡坦半島最重要的地下蓄水層 為了避免對生態和文明古蹟造成進一步破壞 原本的路線已經多次更改 新唐人電台記者李清怡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北韓今早又朝日本海發射彈道飛彈 連續兩天挑釁 韓流席陣中國30個氣象戰突破12月歷史機制 美議員加班協商原以色列烏克蘭台灣包裹方案解除卡關有進展 俄羅斯爆發蛋黃 蛋價狂漲超過4成 政府寄出限購令 再也批民進黨不清廉 賴清德反駁 賴清德反駁 歡迎回來 台灣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週日回到台南故莊 賴清德說 再也指責民進黨不清廉 但實際比較三位候選人在市長任內 他的清廉度最高 也是弊案最少 賴清德回訪台南故莊 與子弟並一同造勢 支持者反應熱烈 賴清德說他與副手蕭美琴都出身台南 期盼鄉親繼續支持 賴清德說 台南是民主勝地 也是文化古都 但這裡也為選戰扭曲 猛攻的做法 對台南非常不公平 他也提到 對手批評民進黨不清廉 但實際比較三名候選人在市長任內 就可以知道誰任內弊案最少 現實際在家當中都在講民進黨的清廉 我都做過市長 可以比到三個市長任內 什麼人清廉度最高 什麼人拚案最高 賴清德也提出教育平權政策 明年高中值免學費 承諾照護基層 發展經濟 賴清德也比較當前台股與干股走向 證明臺灣走了正確的道路 賴清德 電視時間往臺灣 臺南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 財經100秒 中東情勢緊張 全球四大航運巨頭暫停鴻海運輸 航運主要動脈蘇伊士運河面臨關閉風險 航運成本短期內面臨漲價風險 日本銀行貨幣政策基調何時走向緊縮 全球金融市場高度關注 外媒路透社蒐集經濟學家意見 推測日營政策轉向時機點 最快的話是明年1月 有望逆轉日元貶值壓力 英媒電訊報報導 美國早將華為列入出口管制清單 不少西方國家也將華為設備排除在外 然而華為正利用其汽車業務作為重返西方的跳板 報導指出中國車企在美國面臨巨額關稅 在歐洲則遭遇反傾銷調查 對西方製造商來說 與華為合作等於政治自殺 印度蘇拉特鑽石交易中心落成啟用 印度總理莫迪利林剪裁 占地14公頃 一舉擊敗美國五角大廈 成為全球最大辦公樓群 蘇拉特有印度鑽石之都稱號 全球90%的鑽石都在這裡切割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川普力保新罕布什爾 德桑蒂斯拼手愛荷華 週六 共和黨總統參選人 美國前總統川普和佛州州長德桑蒂斯 分別來到新罕布什爾州和愛荷華州爭取選民支持 這兩個州 明年1月份 將率先舉行初選和黨團會議選舉 週六 美國前總統川普來到新罕布什爾州為競選造勢 希望鞏固自己在該州的領先優勢 新罕布什爾州將在1月23號進行初選 是全美第一個舉行正式總統初選的州 11月的一項民調顯示 川普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支持率遙遙領先於第二名的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力 新罕布什爾州近年成為搖擺州 川普曾兩度贏得新罕布什爾州的共和黨初選 但在兩次大選中 卻都輸掉了該州 同一天 另一位共和黨總統參選人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來到愛荷華州維恩縣參加當地警方的一個巡邏行動 德桑蒂斯一位愛荷華州投下很大獨注 此前 他已造訪愛荷華的全部99個縣 並獲得了該州州長的倍數 愛荷華州將於1月15號舉行黨團會議選舉 福克斯新聞的最新民調顯示 川普在黨內的領先優勢不斷擴大 其初選支持率為69% 自11月以來上升了7個百分點 已領先第二名德桑蒂斯57個百分點 目前黑力仍排在第三位 支持率為9% 而在假設川普與拜登的對決中 川普以50%的支持率領先拜登的46%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易靜綜合報導 在大韓中迎向立春 中華花藝特展探春 冬至將要到來 但在台灣雲林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卻迎來了春暖花開 27位花藝家的僑手將在地花卉與產業連接 用藝術形式迎向立春 花紅柳綠的展場完全讓人感覺不到節氣將要迎來冬至 中華花藝特展在雲林文化觀光處展覽館展出 總共有四個主題區 展現花藝師們的橋手雅韻 作品的取命名是為韻雅去優 所謂去優就是一個很優雅很豐雅的一個情趣 也有花藝師分享自從學了花藝後 心境上有了畫作春泥更護花的轉變 自從學了花之後 我把它們剪掉之後 我就覺得太開心了 他們不用這麼可惜的被我丟掉 我就可以利用它們來創造出我想要的一個花藝 探春是本次花藝展的主題 代表在大韓節氣裡 27位花藝家用溫暖的在地花卉與藝術形式迎向立春 策展人表示 古典插花藝術是一項即將失傳 而且需要被承傳的文化記憶 但是它的一個文化精神跟價值 其實是不亞於這個書法跟繪畫 它有它的一個東方文學 一個內涵的高度 探春不為桑 探春不為賣 日日出席為指望花柳色 唐朝詩人孟娇描寫春游的心境 在花藝師們手下的錦畫秀草裡展露無遺 在展場裡盡顯生意盎然 新唐亞太電視張又鳴 陳一文 台灣雲林採訪報導 台灣2023嘉義市國際管月節 采接嘉年華 週六在中央噴水圓環熱鬧登場 集結53支國內外團隊齐聚嘉義市 吸引許多月迷慕名而來 在嘉義市長黃敏慧帶領下 來自國內外 53支管月采接隊伍參加 數量創下新高 街道兩邊擠滿人潮 許多月迷前來一堵風采 很精采 很精采 尤其日本的來的真的很棒 我們本土也不錯啦 日本隊就超期待看到他們的演出啊 對 日本跟台灣有一些差別在 日本的可能稍微活潑一些 台灣的就比較正式一點的感覺 有53個團隊進入到嘉義市的國際管月節的采接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1月1號 那這這麼多天當中 有80多場的室內室外的演出 邁入第31週年的嘉義市國際管月節 首先由嘉義女中 樂旗儀隊打頭陣 集美女中與陸海空軍官校軍樂隊 以及六支日本管月團隊 接續登場 每支隊伍都使出渾身解數 各顯特色 今日は嘉義市國際音樂祭に招かれて とてもハッピーな気持ちです またとてもいい天気なので パレード見え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今日これからステージ上でも演奏し その後パレード そしてさらにスタジアムでも演奏します みなさん忍してくださ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第12度受邀參加采接活動的 有天國樂團軍樂隊 每年都壓軸演出 今年有230多位學員參與 其中還有遠自澳洲來參加的學員 陣容可說相當壯觀 樂團團員大概有230位左右 也包括了亞太地區的天國樂團團員 最遠的有從澳洲來我們這邊參加 活動的學員 希望能夠將法輪大法真善忍的美好 能夠帶給嘉義地區的市民們 市長黃敏惠表示 嘉義市國際管樂節已成為 國際管樂的盛會與標杆 邀請喜愛音樂的朋友 自即日起到明年1月1日 一同來家共同見證嘉義市的管樂榮光 新唐亞太電視胡淑霞 方雅賢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 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 2023年12月18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2356萬8346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 40634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我們訂閱 明年 我們下支出 一群 我們下支出 來 我們下支出 我們下支出